轻松客家也越小生活 这里是有二次谈科技 如今中国的发展真的很快速 交通也越来越便利了 现在绿皮火车基本淘汰了 大家如果要出远门的话 基本都是高铁或者是飞机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坐高铁 很多人宁愿坐五小时的高铁 也不愿意坐两小时的飞机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有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乘坐飞机的话 可能要提前很早时间到达机场 而且到机场还要办理各种手续 以及提取行李都需要时间 而且飞机也会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 如果天气不好 阴雨天或者是出现雾霾的话 可能会造成飞机的晚点 高铁就不用担心出现这种情况 第三个原因就是飞机的票价会比较高 高铁的价格相对来说更加实惠 这也是很多人选择坐高铁的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四个原因是乘坐高铁 完全不会影响你的通讯 你照样可以上网玩手机 但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 手机就要开启飞行模式了 也无法上网 现在的人都很依赖手机 其实旅行只有两小时 但是这两小时什么都做不了 你会很无聊的 第五个原因是坐飞机也会比较麻烦 人们所携带的行李物品的重量会被限制 乘坐飞机的行李一旦超重 需要支付额外的行李费用 第六点是很多人恐高 可能会害怕坐飞机 但乘坐高铁完全就不用害怕了 不管大家出行是选择飞机还是高铁 都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本期就到这 期待你的留言和评论